我回来了 做什么货 哥 赵刚子 一会儿不见怎么变鸡毛胆子了你 看他那个熊样 就像是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被鸡打败了吧 哎呀 堂堂的物业经理赵刚子 知法犯法 你违反规章制度 你被一只鸡打败了 一世英明你毁于鸡 我说是不是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这公鸡在这儿你就不烦吗 我不烦 我糟心得很呢 大姐 昨天晚上我跟二米粒正睡觉 睡得正香呢 二米粒把我推醒了 告诉你千万 这只鸡都烦死我了 你赶紧想办法 有鸡没我 有我没鸡 我后来仔细掂量了一下 我选择了鸡 二米粒气跑了 我太自由了 我重获新生啊 他有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大姐 处理一只鸡 对于我全身风来说 异如反掌 顺风 这事你能解决 我能解决 我也不能帮你 因为那是你的父亲 我的长辈 我不好意思 顺风 顺风 大姐夫求你 你帮我解决行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 大姐夫求你 大姐夫也有求我的时候 顺风 这么着 咱俩交换个条件吧 我要解决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了这个事 以后你随便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我给你 成交 还得问你两个问题 你说 第一个问题 咱们家里 谁是颜值担当 你 第二 你是怎么当上的这个物业副经理啊 你 我是他的 跟街坊邻居们说 街坊邻居们 我怎么当上这个物业副经理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 踩着你的肩膀 薅着你的头发 当上副经理的 行 我帮你 你听我的 这么着 你听我的 这么缺德的事 我可办不成 你别办 缺德的事 我好事 这怎么是缺德的事 不是 师傅 你这回不是办缺德的事 你是办了一个好事 我帮你啊 我叫他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吃 爸您不吃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啊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饭吧 敢屋的是人 怎么自打我来了 只见鸡不见人哪 爸您就知足啊 过两天就剩您和鸡了 哎呦 我说大叔 你可是太帅了 刚才你在屋里忙什么呢 写材料 我告诉张警官 哦写完了吗 写着写着 我想起一件事 哦什么事啊 大事 什么大事 不会写字 爸 您不会写字 您写什么呀 您告诉人家张警官干什么呀 写 怎么不写啊 必须写 哦 哎 大叔怎么惹着这个张警官了 不就是养了一只鸡吗 啊 这只鸡怎么了 不就是白天打个名 晚上叨个人 到处拉个屎吗 2011年是鸡年 这是吉祥物 你张警官凭什么 这么对待吉祥物啊 钱顺芳 真是 好孩子 虽然小区反映你 这个人有点歪 嗯 我觉得你很正啊 会写字吗 我会写字啊 替大爷写 我写 嗯 来来来来 大爷你说 起来起来 给你听起两个字 第一 哎 他执行公务我没意见 但是他态度不好 对 态度不好 爸 人家怎么态度不好了 我这么大岁数 他进门 应不应该喊我一声 大爷 应该 应该啊 他没喊 那他喊的什么呀 他喊我老爷子 又喊老爷子不对呀 不对 当然不对了 老爷子是谁呀 老爷子是老爷的儿子 你应该叫舅舅 无亲不叫舅 好家伙叫舅舅 那就是骂人 大叔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小张警官 一进门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 大喝一声 小救赖 陈志文官 我没看错你 你小的是真聪明 他可比你们俩都坏啊 那倒是 继续学 哎 哎 哎 第二 第二 他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哦 他进屋不换拖鞋 哎呦 爸 你看咱家一地鸡娃娃 换啥拖鞋 再说了 你没给人背拖鞋呀 咱们没给他背 他自己不会背啊 城里人生活 我知道 买房卖房 走亲 房友 那地人的屋都得换拖鞋 有的人还自己带鞋套啊 哎 一个警察到人民群众家里去 人民群众没给他背拖鞋 他自己不会背一双啊 我们还没给他背手枪呢 没背手铐 没背对讲机 他来的时候怎么都带着呀 大叔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 这个小张警官 一进门 左手拿手枪 右手拿手铐 大喝一声 小交代 把你的体验都换掉 天真哥 咱哥俩是真贵 天哪 哎呦 大叔 你刚才说什么 咱什么俩 哥俩 别招了 哥俩 你叫我点什么 叫 叔快写吧 大哥 你还真来了 第三 他喝酒了 警察公务不许喝酒 对 爸 人小张从来不喝酒 他那天来就喝酒了 要不然他往前一走跟我说话 呛得我这鸡直出了膀子 这怎么可能呢 好 我知道了 那天小张来我给他倒了杯水 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酒心巧克力 那就是喝酒了 酒心巧克力里面有酒他不知道啊 大叔来来来来 哎呦 这个事可就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信应该这么写 警察小张在办案的时候 酒后驾车 酒后执法 酒后大老头 这么写他死定了 你太狠了 不狠啊 这样才过瘾呢 这样这封信要是他领导看见了 把他开除出警察队伍 滚 先把你从这家开除出去 不是 我这不是替你解气呢吗 你解气也不能这么写啊 我是想出气 但是我不能杂人犯板子呀 这么大岁数 不能干得缺德的事 辛苦写了 我也不知道了 爸 您这么做才对 那咱这大公鸡 鸡可不能处理 这还是我的办